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胆赛马频道 今天影片跟大家讲讲明天7月14日 跑马地野菜心水 喜欢影片记得点赞,订阅,订阅频道 按下小铃铛,有新片通知你 订阅方法很简单,每条影片右下角都有订阅我 按一按就订阅频道了 说明天赛事,将会采到谷草B跑道 将会上演今季最后一次赛事 跑马地野菜B跑道 头场开跑时间6点45分 9场赛事,将会完结今个马季 等下个马季再跟大家赛事讨论 明天9场赛事,冠军列马斯、冠军骑斯 都应该是陈开乐定的 还有剩下个高冬离长 由何侄耀和周俊乐各族 59场的头马对着周俊乐57场 何侄耀9,周俊乐57,差2场 看看明天9场赛事还能不能更改战局 冠军列马斯和骑斯 应该都是方家柏和莫雷拉的狼中物 应该都不会改不了 9场赛事 赛出马都不会够追回头马数字的分别 看看明天方家柏能不能够 可以去赢多几场马去拿完美赛 明天方家柏出马都可以的 赛出马就只有3场 所以一定是追不到的 79对72就 不用说了 赢了 明天方家柏能赢多少场 谷草也是他主场 看看最后一锅 能不能够拿完美赛 一场深水 一场深水 就不是多了 整场杀科见料 跟大家去说一下 最近这只十一号马 欢乐好友 这马终于肯跑了1200米 近几场也跑了1000米 其实也有点奇怪 但是他也有表现 所以莫雷拉斯 就常常跟他补1000 但是我自己觉得 1200米适合跑 你始终见他1200米 也上了几次名 1200米后不够 才下回1000 1000米又被他冲到Q 输掉颈子 但是上次就真的 过瘾了 看看影片就知道他有多过瘾 在正常的表现 上次排十一档 组断 何则妖 拖落尾 这个时候已经缩在后面 沿着内篮 就刺回上去 你看他这样跑 也是蝕着来跑 没办法 为了克服那十一档 前面那些马草放 内篮令裁 已经排了好位 他这个时候 他这个时候就在尾三的位置 等一下也是打算 涉内篮上去 涉内篮没问题的 但这个时候前面那只明月心辉 就跑到内篮 他这个时候 再向外拉出来 别人那些过河竞出 已经上去了 他这个时候 只能够这样追回上来 因为那个时间太迟了 这个时候 拿出来 再修正 再上去外面 别人那些 勁快步 那些都已经 不断冲 跑到位置 之后再出 也赢了马 所以 看他这场 如果他那里 直着 不会这样转位 我想也有机会 撑得住 因为其实 越冲越劲 那里只有八领 这样转出来 紧紧 第五 第四 也没有 就是被三号马荣 升回在前面 阻挡住了 也没办法 你想在内篮偷 别人就一下子 删过去 你唯有再 转出来 就下班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 上次 这次 就排回一档 欢乐好友 你说你不去 我真的 找不到个解释 帮你解释 丁冠奥何宅耀 继续何宅耀 就是证明上次 幕后也没有 证明上次 给你多一次机会 麻烦你一档 你明天就 和各大马迷 或者 马主 练华斯 骑上好东西 出来 一档天然 这么漂亮的位置 被你把握 抽到了 那你放心 你明天就 一定是出招 要顺利 守住个美国 入直路 找个空位 和大家跑光 带给大家看 没有在这里玩东西 如果你想赢个高冬离奖 你再赢多一场 就稳定一点 两场的投马优势 就真的未必够 你 你明天周俊乐 真的 来个 大哥 上身 那你 何宅耀 你让个私底 剃眼眉 那你 情何以堪 你明天周俊乐 一场 两场 三场 四场 五六七 十七场 的座棋 你自己 八场 多一只 好 你看看你把不把 到机会了 你待会他又 整个三分波 射连赢三场 那你又大量窩了 虽然看上 周俊乐 明天的马 就没有 好像上个星期三 那么坚 但是 都要跑过的 你没跑过 真的不知道什么事 所以呢 就看看你 自己 怎样做法 有子弹 听回何宅耀 你看回 配搭 现在大叶本 是方家柏 冰雪奇遇 争冠军 都已经成功了 所以 会不会 帮帮手 好 说实际 何宅耀 都是徒弟 有徒弟 有难 要师傅帮帮 才能够 在未来的日子里 再继续 合作愉快 所以 这些位置 真的要选回 何宅耀 一档 欢乐好友 真是真了 大家一定要 多多关注 明天这个马 暂时 培率都有5.5倍 2.1 位置 所以 WINPAY 就不用说话了 一定是买这个 自己再拖连赢位 或者三重彩 配脚 自己再发掘 提供 三场11号 WINPAY 这些胆 给大家 投注 希望明天大家 最后的日子里 能够有些斩获 能够开开心心 完成这个马季 下季再跟大家 去讲深水 看看 未来的暑期 会不会再有片 跟大家更新 深水到这里